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不起 我来迟的 没关系 刚刚手络的客人比较多 走不开 不好意思 还有 饿死你了 走 我们带你去吃东西 不用了 因为刚才我们在等你的时候怕他饿 所以我们已经迟了 你们是一起来的吗 刚好在路上遇到他载我过来 我还有些事 不聊了 走 我们去大巴士 你先回吧 大巴士 你们没车回吗 刚才坐他的文章过来 现在多了阿比坐不下 要坐还是坐下 不行了 三个人又没带头困很危险的 不如我送你们回去 也好 谢了 人是要长大的 你不要再这么幼稚了好吗 你本来就跟我一样 你什么资格说我 对 我没资格说你 我也根本不想管你的事 你可以继续不理你爸 继续堕落当你的败家子 但是我有负担 我不可以不理阿比 如果你觉得生活苦闷 要找一个人陪你疯陪你玩 对不起 那个人不会再是我了 你听懂了吗 听懂了 受教了一生夫人 这些年来你叔叔辛辛苦苦为我打拼 就算今天不分家 我也打算把水承给他们一半 你是不是有病啊 一定是这个八婆 管你喝了什么米药 可到你脑袋坏掉了 你叫我什么 我说你是八婆 你现在是不是在外面黑社会混得太久了 连基本的礼貌都不懂了 你敢打我 好不要这样 我们相遇的那一年 我十六岁 听起胸膛 爱不复杂 只要说出来 只有一种爱 叫我爱你 只有一种爱 叫你爱我 只有一种爱 直接说坏 你要不要我给你什么 我从来没有见过像她这样温暖的女生